大家好,我是桑普,早晨,欢迎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时代革命被指控导用《愿荣光归香港》一曲 双方团队最后终于握手言和愿,言归于好,达成协议的 这一点是令我相当感动 也是过去几个钟头里面,在网上大家都相当感恩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正在全球放映中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 既经冒险和借态才完成拍摄 但近日陷入了《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使用权》的风波 导演周冠威日前就部分处理版权失误自怯 因为他拿了MV的版权,但没有拿到作曲者的版权 这一点他愿意自怯,也希望与双方协商 但是双方就草耳的合约中 曾经列明要求歌曲《独家授权》的使用意见不一 事实上周导演从来都没有想过需要独家授权 周导演重申没有此理要求 又指该电影虽然仍处于亏损之下 但愿意应对方要求支付并提高版权费,以示尊重 但当时《愿荣光归香港》的原创团队DGX Music 仍然坚持要求电影删除《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 就是最后一首歌 但是到4月6日,星期三,晚上8点半左右 《时代革命》和《愿荣光归》团队 以香港人团结为题发出联合声明 指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电影获得歌曲免费授权 所有糾纷得到解决 并就事件引起的负面情绪向公众致歉 稍后我们会讲到双方声明的内容 我们会看到《时代革命》 就是在4月1日开始 其实刚刚就开始全球公映 周冠威在网上发表感谢宣言 当中曾经提及团队只有三个人 难以处理大量的查询 由此虽然电影获得英国、台湾、意大利和日本等 23个国家、85个城市 在4月1日至10日放映和发行 但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 周冠威说到 他没有想到他们三个人辛苦了那么久 甚至要去借钱去发行这部电影 他认为在康城影战之后 很快就可以转手到其他的大型国际发行商 但这个电影是没有机会 因为中国的打压 这部电影的高昂制作费 要回本仍然一段距离 现在开始才有收入 所以相当长时间才会有这方面的收入 这个协议也相当令人感动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 但很显然的就是 这个事件已经得到解决 双方都希望这个事件 就是过去之后 呼吁大家停止互相指责 愿彼此无忘初冲 共同用艺术凝聚人心 为美好的将来 彼此互相团结 这一点是相当难得 我看到他们在Facebook 《时代革命》的专页 他是这样写的 先看看这个 《愿荣光归香港》作曲人 Thomas的声明 昨日与周导演长谈 谈到双方的出发点感受 再谈到去电影制作的点滴 切夜反省后 重新从对方及公众角度出发 回顾事件 发现自己之前 抱着法律上没错的不负责思维 实在深深伤害了其他人 我在此深表协议 尤其是我 将电影方与黑警相提并论 等等言论 实在是太大错特错 不单止污蔑了 对方一直以来的贡献和努力 更加是再度 滑痛了香港人的 瘡白、双白、口不扎言 难辞其咎 事件始末 就是在连串事件和电影方 失去互信之后 我只着眼于保护自己的权益 从商业角度抱着私人处理事件 将对方眼中的刺 无限地放大 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目 此举实在是愧对背后 一众香港人的付出 众香港人 原本是指一众参与制作的成员 但 经此一役 我明白这个字眼的意义 已经远超原来的意思 我为我的事次失言 郑重道歉 非常自责的是 我都伤害了支持我的朋友们 和喜欢这首歌的各位 抱怨令你们饱惊 除了一贯的非谋利活动 不收费之外 日后不会收费之外 日后也会涉及公益 的时候 会谨慎地遵从相同的原则来处理 多谢电影方愿意闯开心扉 和接纳我的道歉 这就是Thomas 一个相当真诚的道歉 我觉得是冤寸 是可以冰释前言 也希望之前 很多曾经对他有所批评 或者有意见 包括我 也有意见 一些人可以放下这个 这个指纹 能够团结一次 去令到这一场的电影 这首歌 两个都相当逆象 另外 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 发出以下的声明 真好的消息 峰回路转 一数过去痛心的感受 多谢Thomas真诚的分享 失去信任的开始 基于沟通不足 Thomas期望尽快 有道歉声明和合约 与我们团队处理时间点上 有误会 没有好好沟通 达至Thomas的期望 在此 也在此向他致歉 我们只是沟通问题 我们就用沟通解决 昨晚电话谈谈 放下敌意 倾心吐意之后 我和Thomas重新建立信任 运动低潮 香港充施创伤 脆弱和无力感 大家失去共同目标 人心满散 充满猜忌 矛盾和指责 我们都辛苦了 但我们不要放弃 都要建立信任 圣经有句说话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这个声明之后 可能仍然会有一些诛心论 或者阴谋论的出现 但我不会放弃信任 信任很重要 相信我们共同有爱香港的初心 盼望同路人不生仇恨 能够保守这份团结的心 互相道歉 互相宽恕 达致和好 这个大团圆的结局 令到愿荣光归香港 添加了一份化悲为喜的经历 也都好像在提醒我 这首歌本来就是对香港的将来 有化悲为喜的盼望 愿盼望成真 经过这次事件 我更加爱这首歌 我真的很想在戏院观赏 《时代革命》 然后和大家一起合唱 《愿荣光归香港》 这个就是《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 和《愿荣光归香港》 共同的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 即不是中英联合声明 我想肯定就是相当大团圆结局 我这个地方 我也很感谢 Thomas和周冠威导演 能够拿出这个真心诚意来 来向大家去表达 他们没有仇恨 争取信任的这一点 香港人过去一段时间 就像我昨天节目都说 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离散的香港人 我希望大家虽然有不同的意见 未必有一统一致的看法 但是在重要的大是大非面前 尤其是在全世界 包括本国人的面前 不要去彰显自己那种 所谓的分化和怨对 这一点 无论谁说这些说话 其实是不通的 很多是私了的事情 放在私人的空间里处理 而不是在公众的场合上 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纹 和这种冲突 如果牵涉到一些观念价值 重大的冲突 譬如说 对方根本上就是共产党的同老人 而且有事证去证明的话 而且愿意公开的话 应该呢 好好这样 劃清解释 有些事 譬如王喜的事 是 他有他的道理的地方 也有他过档的地方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 自己在那个场合里面会很开心 尤其当时被检测的时候 尤其当时被检测的时候 被人刺破了鼻液膜 导致有流血的情况 但我希望追究责任 都可以用呢 比较低调 和务实的方式去处理的 绝对不是说 不让你追究责任 而且我都觉得 你可以追究 追究责任的机会成功高不高 是另一回事 我认为不高 但你认为 需要追究责任的 不过公道的 OK 但希望很多的事 不需要放上去网上 尤其是社交媒体 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 怨对分化的动作 我不是说王喜 也不是说真诚批评他的台湾人 而是 双方可以 不被一些有心人士 去带风向 去搞分化抹黑 这一点是重要 看到几次的事件 你也看到 无论从我的 从王喜的 从 这个 团队的争斗 就是 一些所谓的争执 最后言归于毫 我会觉得 香港人 在 众人面前 没有去公开 互相 谩骂 或者说一些 晦气话的空间 大家不要以为社交媒体 是一个给你 完全发泄自己 任你 就是说任何东西 都可以没有后果的空间 效果不需要你承担 是很多人要承担 就是 我觉得 Thomas之前 当然有些 错误的说话 但经过他 和周导演的 谈谈之后 终于 取得了互信 然后 向前走 我希望 这个矛盾 要解开 无论是 离散香港人之间的矛盾 或是 离散香港人 以及 本国人之间的 族群矛盾 譬如说 入籍去的地方 仍然 就是会 被人贴上 这个 标签 之后 不断在做争斗 或者是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指控 我希望这些 这样的争议 香港人 要用最大的善意 不要急躁 也都要用最大的 行心和耐力 去处理 一些自己 清晰的立场 要彰显 没有说过 个说话 被人家 将说话 塞入自己嘴巴的情况 一定要得到澄清 人家再不理解 人家再继续骂 不要恶言相向 每个人都有他的情绪 人非草木 熟灵无情 但是每个人都希望 拿出真心诚意 去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们很多的人 很多我的朋友 伙伴们 现在都在监督里面 在收押所里面 他们为香港牺牲 贡献付出 很多的手足 很多的勇武 现在在监狱 收押所 甚至躲起身 流亡在全世界 不同的地方 如果 如果见到我们互相 争吵 请问 他们会怎么想 这些这样的争斗 这些所谓的 争吵 是会对他们有任何好处吗 是会对香港的未来 有任何好处吗 是会对每个所在国 如果我们入籍了 亦都是效忠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 很多人在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紐西兰 或者其他国家 甚至我现在在台湾 对这些国家 有没有好处呢 所以就是说 每个人 要用最大的诚意 去面对问题 不要视对方 或是一个敌人 这个很重要 我们有不同的思维 人与人之间 不可能 个个都是四可一家 之后呢 全世界呢 只是顾四可一家 全部都觉得 哇 大家揽头朗 天天吻吻的 不可能 但是 我们不可以 让中国见笑 让中共见笑 用他们来 让他们有机会 来分化到我们的人 不要以为 这件事是小事 这件事 正是 中国共产党 積極在做的大事 我不需要影响 一些和我意见不相同的人 和我意见不相同的人 也都不要妄求 去改变我的一些政见 或者一些观念 或者秩序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观念 合之来 不合呢 就相敬于奔 就不需要呢 就是 恶言相向 也都不需要呢 去 去 不断用一种 谩骂的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 澄清了 对方 不收货 再澄清 对方都不收货 我们 不需要 视全部的人 为朋友 但至少 我会觉得 如果 如果 我视对方为敌人 这个 是会成为 我心中的一根刺 一很大的痛楚 我们要有疗伤的过程 不需要将对方 视为敌人 亦都给中国 中国 中共 去建设 为什麽呢 何苦呢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拿出 最大的善意 只要是真心 支持 自由民主的一方 善意 这个沟通 基本上是绝对 能够 达成我们的目标 我记得 当然 恶意的批评 必须要警惕 我们不是善恶不分 不是做个交人 我们要记住 就是 恶意的批评 必须要警惕 但就算恶意 你都不需要 将雪球滚大 视它为敌人 在网上 很多跟自己 不同的意见一样 就不需要 不需要 不断地 进入一种 打乒乓球的状态 不断地反驳人家 是没有必要的 我都很希望大家 明辨 是非 很多事情 都不需要 这样去 打乒乓球的 时刻 牵挥反省 善意 团结同道 拒绝 惡意分化 是我鼓励大家 能够做到的事情 罗冠聪 曾经讲过 他出了一个post 就是这样写的 我们会有 都会有 冲动 偏执 无法完善思考 而且 也有做错决定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 我们都不是完美 我们只是人 在和解背后 无论是 秦秦善友 不抱恶意 或者是 三省不新 有错改进的一方 都值得我们肯定 和支持的 我们 我们 与邪恶的距离 正是我们 有直念历史 和过错的能力 从而使得 我们能够成为 更加良善 和正直的人 这就是罗冠聪 的说法 我是深表赞同的 无论海外的 很多的人士 有很多的 纷争 但我希望 每个人 能够拿出最大的 食意 善意 去 互相沟通 解决问题 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 每个人 要做 他手上 应该要做的事 他应该要做的理念 我们没有再多余的时间 但也不希望 有过大的干扰 去处理这件事 浪费努力时间 费用心情 精神的事情 如果故意 人家这样挑拨 我们就 放在一旁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如果真正的矛盾 真的要公开处理的话 就妥善地 理性地 善意地 去处理有关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同道 我们希望 这个矛盾 可以解决 我记得 明居正教授 有句说法 虽然他是 蓝营的人 但他不是 红统的人 肯定他是 反共 他说句说话 就是说 在台湾来说 蓝绿呢 是台湾 或者中华民国 憲政体系之下 可以 调和到的矛盾 是牵制下的矛盾 但是 红色的势力呢 共产党呢 就绝对不是在台湾 憲政底下的矛盾 是牵制以爱的霸凌 以及瓊吞蚕 这些人是不可调和的 就是我自己 就是套用 就是言之过 毛泽东的说法 就是 人民内部矛盾 和敌我矛盾 是分开的 如果我们 不能够分清楚 这些基本上的分别呢 就很可笑 如果明知道 而继续 在挑动这件事呢 要么就是很冲动 要么就是 对家的人 所以我就很清楚 希望大家 明辨是非 不要被这些这样的谣言 被这些这样的冲突 而伤心 我们希望用最大的善意来做 而我们需要的善意 是极极大 今时今日的香港人 是一个离散状态 香港人是香港的淪陷状态 离散的香港人 是一个离散状态 这个情况是从来未出现过的 就是 我想在有生之年 都未出现过 这么大的一个冲击 以前香港人呢 都是吃老 执衣 希望每个人呢 都是赚到钱 希望飞黄腾达 这种意识形态 不是说是错 这种想法 思想 不是说是错 每个人都要竞争的嘛 但问题 去到今天 我们是否需要付出更大的誠意 更大的善意 去处理彼此之间的问题 以前香港人是各行其事的 OK 一盘散沙 你这么说 各行其事 但是今时今日 我们要学习这一点 我觉得周冠威和Thomas 是给了很好的样板 很好的榜样 给了大家呢 能够互相 即是能够 这一点 我们不是要和黑警 和共产党要达成和解 这个不可能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要和一些知同同学的人 不要在那里斗黄 OK 不要希望在一个地方呢 就是 比拼彼此的这种道德上的超然性 因为每一个人 他有道德上的缺陷 包括我在 是不是 每一个人是完美的 但我希望 每个人拿出最大的善意 去对待人接物 未来香港 是需要这个基础 不是需要这么大的运动 而是需要我们本身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觉醒 而在这个基础上面 所有的运动 所有的事业 才会成功 没有这个基础 地动山洋 希望大家加油 香港人 团结 加油 努力 奋斗 您接下来 哇 啊 得